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还是用扁尖笋 做一个冷热接頤的汤 那扁尖笋呢 也可以用榨菜啊 开羊啊 或者虾皮这些代替 笋头第一刀去掉 那下面可能还会老 但是你不要扔掉 切短一点 放到汤里掉些香味 那切到后面就可以越切越大 直接找一个可以上桌的容器 像这样的小砂锅之类的 再放些葱花 扁尖笋在油里先煸炒一下 那如果你不放葱也可以不起油锅 直接下水 煮好后淋一些麻油就可以了 让它煮开 那水开后裙带菜下 你用其他的各色各样的紫菜都行 只需要几秒钟它就慢慢张开了 然后我们就蛋花下 再开后尝尝咸淡就可以上桌了 那像这类汤好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早早做好 吃的时候可以冷汤热饭 或者热汤冷饭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